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公孙杨丢弃了礼仪和仁爱精神 一门心思的富国强兵 结果刚刚改革两年 秦国的社会风气就败坏得不像样了 当时有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贾义的原话是 家富子壮则出分 家贫子壮则出坠 意思是说 无论富裕人家还是贫困人家 孩子一成年都要分家另过 但不同的是 富人家的孩子自立门户 穷人家的孩子既没能力 也没有财力自立门户 所以就去给别人家当上门女婿 问题来了 公孙杨既然费井田开签墨 重新分配耕地 按说每户人家 只要有一名成年男丁分家单过 自成一户的话 就有资格从政府那里 分到相应的农田 明明有足够的农田可以耕种 为什么要去做上门女婿呢 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答案 推测起来 也许是因为穷人家 置办不起生产资料 就算农具不贵 至少耕牛不会便宜 所以需要借助女方家里的生产资料 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土地 已经私有化 私有化就意味着可以买卖 穷人分到耕地之后 因为种不起 就把地卖掉了 入坠之后 去种妻子家里的地 促使汉姆帝 霸楚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位儒家大师 董仲书就是这么讲的 说这个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是 富者田连迁末 贫者无力追之地 土地兼并 只可能是土地改革 进行了相当长时间之后 才能看到的现象 公孙杨当时恐怕还预见不到 但他至少应该考虑到了 生产资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税虎地勤结里边 可以看到 救院律 牛羊克这样的法律规范 荣岗勤结 还有一部马牛羊 看得出秦国对牲畜 有着非常完善 细腻的管理措施 其中对于羹牛 就有官方饲养 并供给民间使用的例子 只是不清楚 要不要收取租金 救院律 有这样一条规定 说用官府的羹牛羹田 如果把牛累瘦了 要受重罚 怎么罚呢 取决于牛的腰围 腰围每瘦一寸 责任人就要挨十下板子 你也许以为这是牛的地位 获得显著提升的标志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牛的地位非但没有任何的提升 反而跌落神坦 降低了不少 这可以从古汉语的词汇上面 看出端倪 任何一种语言 词汇特别能够反映出 语言使用者的文明特征 古汉语里 和牛相关的字特别多 多到了严重超乎 现代人想象的地步 举几个例子 坟表示四岁大的牛 雾表示杂色的牛 又表示黑色眼眶的牛 同类的字还有很多 现代人很难理解 通通称为牛 不就够了吗 有必要把牛分得这么细吗 但是古人认为很有必要 我们再看一个字 牢房的牢 牢 宝盖头下面一个牛字 它的本意是把牛圈住的围栏 是关牛的 不是关人的 坐牢的牛和坐牢的犯人 不一样 环境整洁卫生 每天都有好吃好喝 那是星级酒店般的享受 一点都没有我们常规理解当中 牢房的感觉 之所以要把牛养得这么金贵 为的呢 就是能在特定的日子里 拿出完美无缺的牛 在典礼上献祭 所以献祭的规格 也用牢来表示 牛羊猪一样一只 叫做太老 级别最高 只有一羊一猪叫少老 级别就低了 牛呢 也可以单独被称为太老 用于诸侯规格的几次 羊也可以单独被称为少老 用于大夫规格的几次 那时候的牛干活的少 献祭的多 结果呢 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 人类终于从神灵的嘴里 夺走了牛 给它们掏上了梨 让它们顶着烈日 在农田里啊 出利出汗 至于祭祀 相比之下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假如牛可以选择的话 会愿意养尊储优一辈子 最后挨上一刀呢 还是受苦受累一辈子 最后寿终正寝呢 牛当然没有发言权 就这样从神圣的祭品 沦为了耕田的牲畜 秦国的普通百姓 也并不比牛 有更大的发言权 但公孙杨这一回 并没有逼着他们改变 而是给了他们选择 不分家当然没问题 只要赋税加倍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 赋税按照户口征收 耕地按照户口分配 这就意味着像刘邦那样的普通家庭 刘老汉加上四个儿子 一共五个成年男丁 如果生活在公孙杨时代的话 最有可能分配到一百亩耕地 赋税的额度很可能要乘以五 而当每个成年儿子分家出去 自立门户 那么刘老汉自己还是拥有一百亩耕地 只承担一份赋税 每个儿子各自分配到一百亩耕地 各自承担一份赋税 在这样的经济利益面前 还会有多少人继续选择 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呢 史七记载 刘邦在秦朝做基层干部的时候 有一次请假回家 到自留地去找妻子 妻子吕智正带着一儿一女 在田里耕作 显然这是一个小家庭的生活模式 丈夫进入了公职系统 领着政府的薪水 家里呢也就缺少壮劳力了 经常只能靠老婆孩子来打理农田 干农活的时候 一个成年妇女带着一对未成年的儿女 竟然也能胜任 这显然要有耕牛和铁制农具的配合 至于那位依然年富力强的刘老汉 还有那个金鱼打理产业的二哥 这时候应该正在各自的农田里 忙活着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不到一个大家庭 男女老少协作劳动的感人场面 亲兄弟 明算账的这种作风 正是从公孙央的改革事业里诞生 并且延续下来的 小家庭竟然各有各的小算盘 亲情自然变得凉薄 今天我们并不难理解这种转变 只要看看所谓凤凰男 伏地魔这两个流行语 他们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大家庭和小家庭的矛盾 到底应该大家庭优先还是小家庭优先 两口子没法达成一致 如果请儒家来评理 肯定会说凤凰男和伏地魔才是人间正道 应该大力表彰才对 怎么反而受到嘲讽呢 呜呼 真是事奉不古 人心日下 贾义发出的正是这样的哀叹 在他看来 秦国当时富裕家庭明明可以多承担一些赋税 换来家庭和睦 但立字当头 男孩子只要一到成年就急着分家 而贫困家庭 明明可以父子兄弟们抱团取暖 相濡以沫 但父亲容不得家里有成年的儿子 非要他们分家出去不可 这些成年男丁负担不起必要的生产资料 就只能扔掉尊严去做上门女婿 贾义这样描写秦国当时的社会风貌 儿子把农具借给父亲的时候 表情仿佛在说 你欠我的 母亲哪怕只是借用一下扫把和波及 也会受到子女的责骂 媳妇呢 给孩子喂奶 一点都不避讳公公 就在旁边 媳妇对婆婆有不满的话 假意的原话是 则反唇而相及 这个鸡是鸡察的鸡 这句话的意思是 媳妇跟婆婆顶嘴 要把是非屈指 好好计较清楚 后来也变成了 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成语反唇相鸡 鸡察的鸡变成了鸡讽的鸡 假意眼里 社会风气的败坏 正是公孙央想要达到的效果 战国时代 各个强国都在向着极权化发展 谁的极权程度越高 谁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就越强 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 看成一个大型组织体系的话 那么百分之百的极权程度 就是全国上下 只有国家机构 这唯一的一个组织体系 连核心家庭这种小型组织体系 都不复存在 每个人都是单独的 除了国家之外 无依无靠 而在国家机构 这个大型组织体系之外 中小型的组织体系越多 极权程度就越低 我们可以对照西方中世纪的情形 教权就是一个大型组织体系 不但可以和政权分庭抗礼 甚至很多时候还可以超越政权 这样的政权 显然就谈不上极权 再看中国的先秦历史 虽然不存在独立的教权 但家庭组织是可以大到和国家组织分庭抗礼的 所以孟子有一句名言 为政不难 不得罪于巨士 意思是说 搞好政治很容易 只要不得罪大家族就可以了 孟子的思路还停留在宗法时代 没考虑到大家族正是极权时代 首先需要打击的对象 不要说大家族 就算只是中小规模的家族聚聚 也会成为极权的阻碍 在人的自然心态上 最切身的小群体才是最优先被认同的对象 所以我们看古人的观念 经常使家族认同和乡土认同优先于国家认同 如果有谁对政策不满 大家人联合起来 就有能力和地方官府场对待戏 所以国家想要提高极权程度的话 既要破坏家族纽带 也要破坏乡土纽带 这种反人性的事情 当然很难 但公孙杨聪明就聪明在这里 他不是靠政策强制 而是用了一种更加贴合人性的经济策略 又使秦国人民自动解除家族纽带 那么问题来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 公孙杨在赵良面前表公的那段话 当初秦国的风俗和蛮族一样 父亲和儿子同居一室 毫无避嫌意识 是我给秦国一封一宿 秦国才有男女有别 我还主持修建了咸阳的季雀 这可是很宏伟的工程 从此秦国看上去就和陆国和魏国一样 按说无论是公孙杨还是假意 都不至于睁眼说瞎话 但为什么这两个人的描述这么矛盾呢 欢迎在留言区谈谈你的想法 我们下一讲再见